县府文化局99展覽室 举办刘金岁月、显凤华、清廷雅筑族裔创作展 石秀菊老师及先生陈福生 于1983年成立清廷雅筑族裔工作室 希望能把文化传承下去 在这里可以看到传统琉璃珠 创意转型及传统排湾族文化 艺术与现代生活结合 让更多人了解排湾三宝自一的琉璃珠之美 我们都了解屏东山地门 是一个排湾族的一个故乡 我们李老师 施老师能利用这个机会 把传统他们原住民的工艺 再加上文化创意 形成了一个非常新潮的 又富有原住民味道的一个琉璃珠 所以从作品来看非常精彩 当然也希望兰头的乡亲 如果对琉璃珠有兴趣的 也可以来到这里来看一看 琉璃珠艺术家石秀菊表示 相当高兴能够将长年日夜所烧制的琉璃 在南投来展出 分享给予南投的乡亲 这一次在南投的展览 我的感动也深知 它不是偶然 在走过这条路 原来我受恩从于被南投的乡亲接纳 带着我们长年每天日日夜夜所烧制的琉璃 乃至于设计这么多的作品 或者是要分享给我们在这里的乡亲朋友 那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的开心 先云南投表示 相当感谢县府文化局对于原民文化的重视 将三宝之一的琉璃珠来展出 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 让更多人了解到原民的文化 琉璃珠呢 在我们在地是有个特色跟文化 同时也有我们民属的一个特性 那么山地面这个地方 又是我们排湾族的一个故乡 所以也融入了我们排湾族的艺术文化跟生活在里面 所以我常讲 艺术既是文化 文化也是生活 也是品味 也是美学 那今天在现场看到 每一幅我们的琉璃珠的一个设计跟创意 包括组合 包括它的技法跟手工 都是令我们非常的一个惊讶 手工之戏 创意的一个巧思 真的是我们艺术文化传承的一个扎根 那么特别感谢文化局的一个重视 那么能够将我们三宝之一的琉璃珠 能够透过这一次的展览呢 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文物 让更多人了解 透过这次的展览 不仅让更多人了解台湾丰富的文化资产 也得以让台湾族传统文化 永续传承发扬 先以为耐力学 也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 春菌 南投采访报道